今天新闻一开始我们带您关注 扬明海运最近纷争不断 有员工最新的抱怨 说公司发信要员工加入持股信托 甚至还拿烤鸡来当作威胁 说这会是未来升迁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也让员工非常的不开心 不过对此扬明也回应 说确实对高阶经理人有要求 但是并没有金额多寡的限制 青江菜 花椰菜 番茄炒蛋 扬明海运董事长郑振茂 青上火线邀集媒体大秀扬明团善 原来就是因为有员工抱怨菜色缩水 但近来公司引发众怒的可不止这一桩 平面媒体报道有多位的扬明员工投诉 去年底公司发信要员工参与持股信托 还说这会列为未来升迁的重要指标 让他们觉得这根本是雨带威胁 员工爆料不满 过去几年扬明都是亏损状态 还简直瘦身 不少人当时急着出托持股 甚至赔了上百万 好不容易去年公司大赚钱了 不仅年终水准不如人 还要逼员工认股 否则影响考机升迁实在难以接受 不过真正冒说 认股只是要求列为高阶经理人的 考核参考指标 没有金额多寡限制 公司福利也有持续提升 去年已经帮基层做了一波调整 那今年调也是基层再调一次 比如说公司 我们都是希望员工能够多拿一点 郑哲茂甚至说 若硬要把年终和长榮做比较的话 恐怕只会造成对立 但外界还是不买单 调侃同样海赚千亿的海运公司 长榮人烦恼要不要买特斯拉 阳明人却烦恼 营养午餐吃什么 而巧合的是长榮集团已故创办人 张荣发大儿子张国华夫妇 也选在这个时间点 把手中20.7万张的长榮股票信托 手中仅剩下约16万张 而长榮回应 这是大股东个人理财规划 这些资产的配置 需要依赚给他子女的话 透过这种信托的方式 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虽然未来大股东信托持股要卖出 不用再受到申报限制 不过市场人士认为 明年长榮将进行董监改选 要握有绝对的主导权 短时间内不会轻易的出托股票 东森财经新闻 柯黄明 叶子晶台北报导 看盘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